喜欢喝汤的朋友 今天的食谱记得要收藏好了 这个汤食谱做法简单鲜美可口 直接喝或者用来当火锅汤底 味道也很不错哦 我第一次用咸淡煮汤 没想到味道竟然这么好喝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有咸淡鸡蛋杏鲍菇姜 姜切碎 杏鲍菇切小段 杏鲍菇切小段 鸡蛋打入碗内 咸淡捣碎备用 倒入蛋液煎蛋 倒入蛋液煎蛋 倒入鲍菇切小段 倒入咸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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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险炸 倒入咸淡蛋 攪拌 可能的 配拿 流沌 混合 身oni 倒入鱿鱿鱿鱿鱿鱿鱿鱛 倒入一碗开水焖煮出味 水煮开后下杏鲍菇一起煮 调味料一茶匙盐一茶匙鸡粉一茶匙胡椒粉 煮煮就可以了 汤倒入碗内 看那乳白色的汤点好香哦 汤很浓郁好喝有很香的蘑菇香味 越喝越好喝哦 杏鲍菇具有杏仁香味肉质肥厚口感鲜嫩味道清香营养丰富 杏鲍菇个头大小不一但口感却特别的鲜嫩深受大家的喜爱 那平时在选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挑选杏鲍菇呢 挑选杏鲍菇是买个头大的还是个头小的呢 杏鲍菇要选个头大的小的品质不好都是没有长好的 但是挑大的也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拿在手里不是特别沉 闻的时候没有其他意味 如果遇到太沉的杏鲍菇 可能里面已经有大量的水分堆积 这种杏鲍菇不仅不新鲜 而且口感也比较的差 不适合购买 杏鲍菇有酒味是坏了吗 杏鲍菇有淡淡的杏仁香味 如果发现有酒味产生 应该你放的时间比较长 没有让它透气 所以会有酒味产生 这可能是杏鲍菇变质发酵产生久经而成 不建议再食用 一般来说有意味腐烂 长霉变质多不一再食用 避免食用后产生不是反应 两种人不宜食用杏鲍菇 杏鲍菇普林含量高 普林精肝脏会代谢成尿酸 痛风的病人要少量食用 尤其痛风发作时要忌口 肾脏病人 杏鲍菇甲离子含量高 肾脏病人也不宜食用 喜欢烹饭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